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年近八旬的培议 小時候接受過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 後來中共奪取政權之後 將繁體字改成了簡體字 甚至要用拼音字母代替漢字 割斷了人們與中華傳統的聯繫 要把漢語的方塊文字都改成漢語心的話 恐怕中國文化也徹底沒了 咱中國古代的社會也有好多的故事 像牛郎之女 還像以前的一些舉案齊眉的 他們講的就是夫妻之間什麼樣的關係 你說那多好 人活得也輕鬆 活得也像個人樣 現在的大陸教育已經丟失了傳統文化的內涵 倫理顛倒 老百姓也覺得無可奈何 你現在你在大陸生活 你都想讓自己的孩子去學那個傳統的文化 背一些弟子規啊 教一下傳統的一些禮節啊 現在兒子呢 不是 兒子就是爸爸 就是他享受的就是爸爸得聽兒子的 然後爺爺呢 得聽孫子的 那孫子是爺爺 整個這個倫理都顛倒了 我對這個也是很反感的 但是整個社會的教育總感覺一足啊 胳膊啊 你摸大腿的那種 覺得無可奈何 裴毅呢 以前雖然在研究所做藥理工作 但是卻受中共宣傳欺騙 覺得盜竊國外的技術很正常 沒有支持產權的概念 周圍的人都是這樣 來到美國以後呢 看到現在的美國社會左派思潮泛濫 讓裴毅是特別的痛心 擔憂美國淪為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看到這些現象的時候 也真的不希望美國啊 就像走中國那個路 你比如說現在說要大麻合法化 大麻那是毒品啊 人如果吸了毒是什麼狀態的 是個病態的 什麼也幹不了 你整個你社會就是 就整個就是 因為這些人的思想狀態 就是他的精神狀態 他就會造成你社會整個走下坡 美國的左派思潮推崇 社會主義的絕對平均那一套 裴毅說 這和中國傳統文化推崇的 自食其力截然相反 你說好 平等 是吧 拿了錢以後大伙 有錢人都可以都可以花 講理嘛 你不幹活你還享受著 人家幹的那活你還拿著你花 老人還有一句話呢 就是說拿人家的手短 吃人家的嘴短 不能幹那種不勞而活的事兒 就得用憑著自己的力量 你有什麼樣的能力 你有多大能力掙多少錢 你要享受什麼樣的生活 我覺得這樣才叫真正的平等 對於這一次的疫情 裴毅說 傳統文化中認為瘟疫是因為 人做了大壞事而引起的 如果人們相信神 自然會得到神佛的庇佑 我心裡老想著有神的話 我不會做壞事 那你不做壞事的話 那你得到的不就是神給你的好處嗎 在下一期的節目裡呢 我們將和大家一起分享 另一位大陸移民 陳琦女士 講述她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遭遇和認識